Hello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今日はMizuno Pro A511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各位邱友大家早安午安午安午茶董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美金隆目前最新發表的A51系列 那這個A51系列是由 零木一郎與美金隆共同開發而成 那他總共分成三種型號 第一個型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美金隆零木一郎的外野的型號 那第二個跟第三個型號 分別是尺寸9號跟尺寸11號的內野 跟大內野的這個尺寸 那我目前手邊呢 我拿到的是兩個model 第一個就是大家最熟悉最熱門 這個是A51的外野 那另外一個型號 這個是A51的大內野 那他的官方的尺寸是11號 這個如果你實測的話 他的手背大概是12.25吋左右這樣子 那這個尺寸其實是很適合 我們台灣人打雷球來使用 那還有另一個 目前手邊還沒有的model 那個model是尺寸9號的 之後也會陸續到貨 那如果到貨的話 應該也會在拍照片 讓大家 來了解一下 那我們現在介紹一下A51的 外觀好了 那以外觀來說呢 我想 最亮眼的 應該就是他這個 接球面的鋼印 這個A51的鋼印 來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A51接球面的鋼印 那除了這個鋼印之外呢 另外一個更 更特別的地方呢 是在於 他的收口表 收口表的形式 也跟 一般的 Mizmo Pro的 金標或板金標是不一樣的 他是採用的是 矽膠標的材質 好 那他都手邊的剛好有2019年的 這個 領不講球員版 其實這兩個都是矽膠標 可是他矽膠標的高度 的立體程度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我會再特寫讓大家看一下 確實和球員版是不太一樣的 反而A51這個 他的這個 火鳥的矽膠標 他這個標是比較立體 是比較突一點的 那 反而球員版的這卡 2019球員版的這卡 就立體程度就還好 是比較扁一點的 火鳥矽膠標 然後除此之外呢 大家也看到說 他一樣是一個 球檔是一個 沒有小火鳥的設計 那如果說一般傳統 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大家一般會定制的 零不一郎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是選 零不一郎這個型號 大概10個有8個人會選擇這個有小火鳥的球檔 那這邊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為什麼 在日本你看到 市售版的零不一郎的型號 如果是量產的手套的話呢 通常 都不會有這個小火鳥的logo在這邊 其實是因為他們 為了要符合硬式高效使用球具 手套的規範 所以他們 其實一個手套上面只能有一個mark 只能有一個logo 所以說通常 你在日本看到的 量產的硬式手套呢 他的外野如果是零不一郎的model的話 通常他的球檔上面是 不會再有小火鳥的logo 這邊也跟大家來做個說明 然後在他的 矽膠標的下面也是 沒有IBE 沒有IBE 算是比較乾淨的感覺啦 那如果說 以我們一般定制 一般的零不一郎來講的話 大部分的球友在台灣 其實大家都會選這個 IBE的 這個小細節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 比較有巧思的地方 就是他在於他的 無名指跟中指的部分呢 他 有兩個皮片的補強 這個應該是說如果說你的接球點沒有掌握得很正確 那來球又是比較強 譬如說是一個比較強勁的平飛球 那剛好達到這個 這邊的位置呢 他應該是有辦法把 你的球 hold在你的手套裡面 應該就是說你的中指跟無名指這個部分呢 比較不會因為來球比較強 而往後翻 然後球就噴出去 這樣子 這邊也是要設計的一個小巧思 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那阿豆手邊呢 剛好 有 三款零不一郎可以做個比較 那我現在 大致說明一下 這個是 我們一般比較傳統 一般的Mizel Pro Order 零不一郎款的手套 那如果是這一種的手套的話呢 他的 本體的重量呢 大概會弱在630 到640克 那A51呢 其實這一次呢 他的主打就是說 他的手套是走一個輕量化 但是沒有上市他紮實度的這個特色 那阿豆實際量呢 他其實重量 是非常驚人的輕 他大概 就只有597克 所以說這家手套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他大概是美金龍 量產外野 史上最輕量的手套 盡量可以做到600克以下 真的是非常的驚人 實際量大概就是 597克左右的重量 含吊牌 含吊牌 所以如果說實際上你把吊牌給拆掉的話 他應該會更輕一點點 更輕一點點 非常驚人的輕量化 那阿豆手邊呢自己有收藏一顆呢 這一咖是 2019的零不一郎的4P的經典版 那這一咖呢 他的皮革設定呢 跟填充設定都是完全比照零不一郎 實際使用的複製的版本 那這一咖的重量是更為可怕的 546克 這邊也讓大家做個參考 這基本上是完全沒有考量 也不需要去考慮到他的 耐用度 他基本上就是走一個 球員 職棒球員實戰 所需要的輕量手套 那大概都會落在550克上下 這個就是零木魚郎實際在用的手套的重量 非常的驚人的輕 好 那回過頭來我們再來 跟大家 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A51這一款呢 其實他是沒有皮革鋼硬的 他在小指這邊是有一個哈嘎甲片的鋼硬 但是呢他在拇指這邊是沒有皮革鋼硬的 但是就阿豆實際觸摸自己帶的感覺 我是覺得說 A51這個系列的皮革其實跟 一般歐的定制手套皮革其實細緻度是差不多的 我是覺得沒什麼落差啦 沒什麼落差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皮革 但是呢他的扎實度 還蠻到尾的確實 他雖然說他把這一顆手套 的重量 做到大概600克以下 可是他真的沒有喪失他 門柱的強度 我現在實際帶起來我會覺得我的 大拇指跟小指這邊是真的是還蠻硬的 蠻飽滿的這樣子 那也可以感受到說這一咖的皮革來講 可能會比傳統的Oder的這一咖 稍微來的薄一點點 但是他的門柱雜實度 其實是非常的夠 這邊讓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說最後呢 要阿豆給個建議呢 就是說 什麼樣的人應該要買A51這個系列 以我自己的看法啦 如果說你是真的是非常喜歡鱗木一郎 那你對美晶農各系列的鋼印 也是情有途中的話 阿豆是覺得說 你真的可以 應該是可以收一卡 因為 如果我叫你不要買你大概也沒辦法 抵擋A51這個鋼印 跟這個矽膠標的魔力吧 我是覺得 可能對喜歡鱗木一郎的人來講還蠻有魅力的 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也不是熟外野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這個大內野 那甚至還有另外一個model是 更標準內野Size 9號的型號 你也可以列入參考列入考慮這樣子 那顏色的話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這個巨紅色 那 另外一種就是092 就是跟這個一樣092的黑色這樣子 好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比較喜歡個人化手套的球友 你想要你的手套比較特別 不管是在 球檔啊 配色啊 甚至你想要 上一些個人化的刺繡的話 阿豆可能會建議你還是 但是 訂製一卡屬於你自己的手套可能會 比較來的 適合你這樣子 那就是 阿豆的小小建議啦 希望 對你們能有幫助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阿豆今天 A51的 快速開箱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阿豆自己也是蠻興奮的 尤其是 他又出了這個Size 11號的這個系列 我覺得這個系列其實算 可能在日本 喜歡拿這種大小 的日本人其實不會太多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是會有市場的 我覺得大小還蠻適合我們的 這樣子 OK 那如果你對這些手套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也歡迎您參考阿豆的官方網站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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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阿豆的影片 也請你幫阿豆點贊 分享跟訂閱阿豆的頻道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見囉 Bye Bye